新冠疫苗接種計劃今日開始 已預約接種新冠疫苗的優先組別市民 今日開始可以到5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或醫管局核下18間普通科門診所接種科興疫苗 記者今日下午到佐敦觀衝市政大廈的疫苗接種中心視察 見到整體運作大致暢信 市民按預約時斷渡長排隊接種疫苗 在觀衝市政大廈附近工作的陳小姐表示 接種疫苗的運作大致暢信 由此市民接種疫苗後心情興奮 我見到早已有人在排隊 未開始打之前也有很多人在排隊 也沒有什麼秩序良好 我見人打完出來很開心好像很興奮 你負責自己會不會想打疫苗? 都想的 希望快點 為什麼會想打疫苗? 安全點 有些保護性作用 心理上也會安心一點 魚檔負責人黎山表示 平時身體健康不容易感染新冠肺炎 又只會想接種疫苗 不過不著急 你自己也想打疫苗嗎? 我打不過先看看吧 遲一下才打吧 不用這麼急著去打吧 我們那些… 我們沒有什麼其他病痛的身體 應該不會到處去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什麼機會感染的 另外也有市民表示 為了方便到內地工作 所以想接種疫苗 不過擔心疫苗的安全性和成效 所以會想了解疫苗之後再考慮接種 是政府第一天有疫苗公開給大家打 所以想問問你會不會打? 我都會打的 因為始終都安全 還有方便些可以去別的地方 譬如回大陸做事 都覺得都好的 你覺得這個疫苗安全嗎? 老實說現在現階段 暫時都未… 未是很安全 始終都試… 測試得不是說很多 可能遲些打吧 但是都會打的